把镜头转到中部 我们继续来看在内政部公布的 清静地区违法民宿的名单上 其中有一家清静新宿 因为全部都是违章建筑 无法补照 今年已经被县政府强制拆除 至于其他六家只要补照 并且检查过关 就能够逃过被拆除的命运 怪兽轰隆隆 美丽的民宿被敲开了墙 成了断圆残壁 位于南投清静地区的清静新宿 被列在去年内政部七家 位于地址敏感区的违法民宿之中 因为不符合农发条例 违建无法补照 被南投县建设局列为违章建筑 29号上午全部拆除 它所占的农地面积只有600多平方公尺 它又是属于农发条例修正后取得的 依规定农发条例后取得的 它的农地面积必须要有2500平方公尺 所以这一栋已经确认 是没有办法再补照的 清静新宿是七家违法民宿中 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 遭到强制拆除的 业者知道无法挽回 早已搬空 但其他包括丰南白鹿 杨角村等六家违法民宿 只要补照后就能免于被拆除的命运 南投县建设局解释说 除了清静新宿 其余六家违法民宿当中 有两家是全部违建 但可以补照 有四家是部分违建 在为补照合法前 全部都是不能营业 否则会遭到罚款 并列入拆除名单 记者王兄彭万群南投报道